各位书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门字 我查了一下欧阳群在写这个门字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 画多士里面的这个 欧提凯书的这个门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写这一笔的时候 这一笔数会向左边斜 然后这个横折向上走 压一下 向下走顿笔 这个地方在这里提上去 他这里的角 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这两个距离大概是一个相等的 大概是一个相等的 好 然后到这个地方 写这个数 到这里写这个横 顿一下比这个折下来 好 这个向左边向下 勾起来 它是一个这样的 这个地方 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是时间 这样 这个数 垂落数向左边写 这个数写值 里面的能够先是值的 万分的能够先是弯的 左边高 右边低 这样 他从中间基本上把这个门字给分开了 这个门字 他就基本上把它给分开了 这样 它是一个对称的 古人在写门字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写的 他就这样写 他左边跟右边是对称的 因为我们在开门的时候 左边跟右边的门是一样的 从中间一推开 就是的了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有一个会是这样写 然后这个地方刚刚说了 左边上面和下面的相等 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肯定就是稍微的要长一点 这个地方短一些 这个地方长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也低一些 右边的笔画要稍微的要重一些 这一个字里面呢 比较难写的就是这个横折沟 这样的 顿一下比竖的下来着 可以先写成一个垂路竖 然后呢再挑出去 这个地方的勾就出来了 它里面的这个轮回线是直的 外方呢 是一个弯的 所以在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里的一个距离 两个距离 三个距离 上下的距离 基本上都是相等的 基本上都是相等的 我们来学写一下 这个门字 再来写一个 啊 这个地方是十节 这边高一点 这边低一点 这个树像这边弯 这个树外方是这样弯的 这样的 就是这个门字的一个写法 你看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 这个门字 你看这个树是直的 这样的 我们在写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的 这里面这一段 要写扁一点点 好 今天的这个门字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